回到财经五报我们就要来关心 现在因为全球都面临到了通膨的问题 所以为了要抑制 美国联主会方面先升起了三码 那么洋行也跟进升起半码 但是呢有蛮多民政 就跑到洋行的脸书去留言 甚至有人怒逼说半码太少了吧 恐怕很难抑制高房价跟高物价 也引发热议 我们的政策利率呢 调升半码 面对通膨拒售 联主会央行双双初级升起应战 但与联主会相比 央行升起半码却意外引发民怨 大批网友冠报央行官方脸书 怒批央行完全不管人民死活 通膨2%活在平行时空吗 高通膨高房价人民很痛苦 甚至有人之一 通膨哪里被抑制住了 根本完全感受不到 央行升级办法 我是觉得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我买东西或是什么消费 都是物价还是都很高 美国升起三码台湾半码 我认为台湾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对于抑制物价 对于抑制通膨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是两回事 升起两面刃 购物组可视有苦说不出 根据国泰金六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不只有42.9%的人没有买房意愿 更有超过五成的民众 因为升起冲击买房意愿 让买房意愿指数冲下三年来新低 那个利息会让我们有感到一定的压力 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去买 现在我们应该不会考虑 在过一段时间 还是有可能会在网上一些 预估说可能到年底之前 通膨可能才会有比较一些些的滑落 升起循环正式启动 购物足寒苦 是否能有效抑制高通膨外界看法两极 但肯定的是升起恐怕成为全球共识 三年希望你试写了副词